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财经快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可是股票市场上热闹非凡的事件 上海和深圳的监管部门对三位股东的违规减持行为迅速出手 要求他们购回违规减持的股份 还要把赚到的加差上缴给上市公司 真是让人目瞪口呆 这三位股东显然是急性子 短短几个月就赚了不少钱 但却因为违反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性办法而受到处罚 监管部门的零容忍态度让人感受到市场规则的重要性 大家可得小心别成为违规小白哦 而谈到国投证券最近更换了新总经理 但业绩却在滑坡真是令人担忧 虽然新冠上任总是让人期待 但面对营收和利润的双双下降 王苏旺真的需要拿出过硬的策略来挽救这家公司的颓势 最后我们还要聊聊金融市场的最新动态 杨妈推出的互换便利 让市场充满期待 低风险的货币基金也成为了投资者的心宠 年化收益率可是有20%的潜力 千万别错过了这个赚钱机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哎哟 最近金融市场可是热闹得很 真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呢 上海和深圳的监管部门最近忙得不可开交 因为有三位股东违规减持 被抓了个正着 像是被按了加速键 快得让人目瞪口呆 这部上海证监局在10月11日晚就发布公告了 要求这几位违规小伙伴把股份购回 并把赚到的价差上缴给公司 听着都心疼他们 赚到的钱还得还回去 就像小孩子偷吃了糖果被抓 糖果没了还得挨骂 三位股东买了股份 没过多久就迫不及待的全卖了 真是让人无奈 好比你刚买了新鞋 结果穿了两天就想换新的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他们的行为 可是踩着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性办法的红线了 像是在玩火 结果就被烧到了 要求他们好好学习法律法规 避免再犯错误 就像老师说的 考试前复习可不能偷懒啊 哎 这可真是个教训 投资者们一定要小心 不然股市这个大海洋 可是会让你翻船的 说到股市 咱们再来聊聊国投证券的新动态 国投证券最近迎来了新总经理王苏旺 他可是证券行业的老兵了 在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了22年 真是个资深人士 不过国投证券近期的业绩 可是有点让人捏汗呢 上半年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双双下降 简直让人心疼像看到心爱的球队落败一样 王苏旺上任后 大家都期待他能带领公司走出低谷 毕竟国投证券的底子还是不错的 50家分公司和265家营业部呢 希望这位新总经理能带来新的活力 让公司业绩回春 真是替他们加油打气呢 最后我们来聊聊一个低风险的投资策略 那就是场内货币基金 哇塞 这可是个减漏的好机会 平时收益率和余额宝差不多 但在市场波动时 年化收益率竟然可以达到20% 真是让人跃跃欲试 就像在超市打折时 看到心仪的商品降价 你怎么可能会错过呢 不过咱们还是要心里有数 市场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小伙伴们在投资时 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别被诱人的收益率冲昏了头脑 希望大家都能在投资的路上 顺风顺水 财富滚滚来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下 监管部门对违规减持行为的迅速反应 我认为 这次上海和深圳监管部门的行动 值得称赞 毕竟维护市场的公平和秩序 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是打扫卫生 市场也需要时不时地清理一下 让我们这些小股民 有个安心的投资环境 哎呀 楚天书 你这观点还真是官方的很呢 我倒觉得 监管部门这次出手虽然快 但总有点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感觉 你说这些大股东的违规减持行为 其实一直以来都存在 这次抓了几只小鱼 真能解决根本问题吗 就像是大象屁股上的小苍蝇 拍了也不痛不痒 哈哈 谢琪琪 你这比喻还真是形象 不过咱们不能否认 法规和监管的威慑里 历史上看 严厉的监管措施 像是朝鲜战争时期的人川登陆 虽然不能一举解决问题 但起码能扭转局势 震慑那些想要违规的人 长远来看 有利于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毕竟股市如战场 纪律是第一位的 哦 楚天书 你这套理想主义的说辞 听起来真是不赖 不过 在现实世界里 监管力度和市场繁荣之间的平衡 可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 就像是你去餐馆吃饭 服务太严格 顾客的自由度小 体验也会打折扣 我觉得市场需要的是 更灵活的机制 而不是一味的铁拳政策 好吧 琪琪 我承认你的担忧 不是没有道理 不过 咱们也看到 近年来监管部门在政策上 的确有不断调整和进步 比如引入创新机制 这不就是在寻求 灵活与秩序的平衡吗 就像是汉朝张谦出使西域 虽然路途艰险 但带回来了丝绸之路 这才让市场联系更紧密 大家都受益 楚天书 看来你是执意 站在监管的阵营啊 不过 说到底 市场的健康发展 不仅需要监管 也需要企业的自觉 和投资者的理性 倘若只依赖监管 那市场就如同一个 没有灵魂的机器 缺乏内在动力 就像是武松打虎 靠的是自己的勇气和力量 而不是外来的鞭策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